很多人养三角梅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那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三角梅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三角梅应该怎么养 三角梅也叫做黄金葛 是一种深受大家喜爱的开花植物 它具有攀圆爬藤的属性 很多花友家里的三角梅都爬上了整面墙 开花可以开成海一般的瀑布 非常的漂亮 所以许多花友都养过它 不论是盆栽还是地栽都会受到大家的追捧 但很多花友 尤其是新手在养三角梅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容易养到不开花 或者出现黄叶、枯叶、烂叶、烂根的现象 甚至有些新手不到半年就把三角梅给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由于大家不了解三角梅的习性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关于三角梅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盘三角梅的盆栽 它也叫做黄金葛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以它为例 详细的来教下大家 三角梅家庭的养护技巧和习性 首先我们来说它的第一个技巧 就是三角梅这个植物呢 它开花很漂亮 那它是一种洗羊植物 还是一种洗阴植物 我们可以把它养在室外 还是可以养在室内呢 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三角梅是一种典型的洗羊植物 它不是洗阴植物 我们在家庭盆栽三角梅 不可以把三角梅搬在室内来养 不论你觉得三角梅多么的漂亮 你也不能这样去做 因为如果长期在室内养护 没有任何光照呢 三角梅会出现生长缓慢的情况 叶片呢 容易大量的落叶 以及不开花的现象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养三角梅 哪怕它已经开花了 要观赏它 也要把它挪到屋外 去接受充足的日照 可以来说啊 日照充足的阳光 是养好三角梅的首要前提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三角梅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三角梅的浇水技巧 三角梅这种植物啊 它是一种非常洗水的植物 在它的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啊 都需要大量的水分 尤其是当你的三角梅在开花的时候 因为开花非常消耗养分和水分 所以我们更要及时给它浇上水 如果我们短暂的给三角梅出现缺水啊 它很容易出现呢 叶片花朵萎粘的现象 这对三角梅的生长啊 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正常的养护状态当中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浇水量 怎么浇呢 我们要不要去记录啊 两天浇一次 三天浇一次 还是一天浇一次 我教大家 你不要去死记硬背几天浇一次 因为啊 气温它永远是在变的 春夏秋冬 我们不能够死记硬背 你比如说你记两天浇一次 如果说春天啊 夏天啊 天气很比较炎热 你一两天浇一次OK 但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啊 你隔个半个月 它的土都不一定干 如果你还两天浇一次 很容易有水又浇水 产生大量浪根的现象 这样你的三角煤就很容易养死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要死记硬背 跟着季节去走 跟着季节去改变 具体怎么去浇呢 我教大家 我们要采用观察土壤的状态 去判断浇水 你不论什么季节 浇水之前 你用你的眼睛啊 你先把手把叶子掰开啊 然后呢 用眼睛看一下这个土壤 这个土到底干没干 如果眼睛不能够看得很清楚 用你的手啊 像这样摸一下这个土 你一摸就知道 这个土如果摸上去 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证明呢 这个土啊 它还没干 这种情况 不论怎么样 都不要浇水 明白吗 你也可以去观察叶片 叶片都很挺立 土一摸也是湿的 这叶片能佐证 对吧 一看呢 这个就不能浇 因为它已经有很多水了 这一摸就知道 但如果相反 你用手一摸这个土 发现这个土啊 非常的干燥 甚至呢 叶片啊 都有一点微微的打蔫 那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犹豫了 需要立刻给三角煤 浇上水分 能理解吧 所以我们浇水呢 采用一种摸土 和用眼睛观察的方法 这样不论是春夏秋冬 何种季节 我们都能保证一个 正确的浇水量 这就符合三角煤的习性 甚至啊 到了炎热的夏季 气温呢 很高 不是35度 甚至40度 你有时候一天半天 比一天都多了 半天这个水可能就干了 你一摸啊 就就干了 然后叶片呢 就捏下来了 那你可能半天就要浇水一次 我们呢 也不是说每一次浇水 都要去用手摸 那每个季节 大概你摸个一次两次 心中就能做到有数了 那比如说夏天 你摸土浇几次 你就知道啊 这种季节可能一天啊 就干了 所以我每天下午要浇 或者气温40度的时候 我发现半天就干了 那这几天 我半天就浇水 就不用摸了 那冬天有时候呢 一周这个土才干 甚至呢 半个月才干 那么这几天呢 我半个月浇 懂了吗 所以摸土和眼睛观察 是一种判断的工具 一旦可以准确判断 可以帮助大家 方便的去记忆浇水方法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 三角煤第三个习性 就是它的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我们首先来讲啊 三角煤的土壤 用什么土去种三角煤 是比较合适的呢 那其实啊 三角煤这个植物啊 它对土壤的土质 是没有太多的讲究的 不论什么土都能种 比如说你路边挖的 田园土 泥巴土 都能栽种三角煤 所以很多花有家里的三角煤呢 它可以直接地栽 种到地里 种到田里 都没有问题 家庭盆栽呢 也可以直接拿田园土去栽种 都是OK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虽然说三角煤这种植物 对土壤的土质 没有太高的要求 但是啊 三角煤对土壤的酸碱度 是有要求的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那三角煤是一种 比较喜欢碱性的植物 还是一种比较喜欢 酸性土壤的植物呢 在这里啊 大家一定要记好 三角煤是一种典型的 洗酸性土壤的植物 它比较惧怕碱性的土壤 那有花友问了 说我哪知道我的三角煤的土 是酸的还是碱的呢 它酸碱光我什么事呢 真的很重要 这个三角煤养不养的好 就关你的事 就关这个土壤的酸碱度的事 而绝大部分的花友 你哪怕不知道它的酸碱度 都没关系 因为你的土很有可能 就是碱性的土 不是酸性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庭浇的自来水啊 就是碱性水 我们浇花是不是都用自来水浇啊 对吧 自来水是天然天生的弱碱性水 然后呢 你长期用自来水去浇 你又不给三角煤去施肥 那你这个土就一天比一天 变成碱性土了 这几乎是不可逆的 这种现象啊 在北方花友当中更加的严重 因为呢 北方花友的自来水 它碱性是更重的 北方花友浇水 长期浇 他就会发现呢 他们家土壤表面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一层白霜是什么呢 就是严重的土壤反碱的现象 所以啊 北方花友养三角煤 往往是更难养的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在于这里 因为它们自来水碱性太强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能让它的土啊 从这种碱性土变成酸性土呢 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这种肥料啊 它可以把碱性土转成酸性土 而且可以让它的这个土长期保持酸性 那硫酸亚铁这种肥料 我们具体怎么用呢 下方一幕就教大家一下 做一个演示 我拿一包硫酸亚铁过来啊 硫酸亚铁呢 它里面富含的这个铁离子啊 能够给植物的土壤补铁 预防缺铁性黄液 然后呢 酸能够把碱性土转成酸性土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养三角煤去用 既补铁又调酸 这样你的三角煤又不黄液 也不会因为土壤过碱而养的 不开花呀 或者浪根呢 黄液黑液都不会出现 那怎么去用 大家记好 很简单 我们用这个硫酸亚铁之前 先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像这样 一般的1000毫升的这个容器 然后我们装1000毫升的水过来 好 你看我装了1000毫升的水 对吧 这是1000毫升 拿到这儿 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1000毫升的清水准备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硫酸亚铁 你看这个硫酸亚铁 它是一种粉末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小勺子 像这种小勺子 看到吧 我手里拿的 小勺子 然后呢 我们就舀一小勺的这个硫酸亚铁 一瓶勺就可以了 撒在这个1000毫升的清水中 像这样撒进去 然后快速的搅拌均匀 大家记住啊 硫酸亚铁这种肥料是极配极用的 你不能配的放在这里会氧化 所以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立刻就要给这个三角煤的土啊 浇灌进去 看好 像这样 给它浇灌 全部给它灌进去 慢一点 不要急 一点点的灌 好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给它加进去 让它的土呢 泡到这个硫酸亚铁熔液里面 好 浇灌完成 像这样的一个浇灌硫酸亚铁肥料的操作 不需要太频繁 像养三角煤啊 我们一个月浇灌一次就足够了 一个月一次 这样的话 你的三角煤全年的土都会是酸性 不论你怎么用自来水浇都没关系了 因为有硫酸亚铁的加持 明白了吧 所以硫酸亚铁大家一定要学会用起来 这会让你的三角煤啊 养的状态更好 又不黄叶 开花又多 也不浪根 好 说完了这个土壤 土质的问题呢 我们再来讲解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说的三角煤换盆的技巧 那很多花友啊 一买回三角煤 很激动嘛 觉得它花盆不好看 我立马给它换一个大盆 这是错误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刚买回家的三角煤啊 你不要立马给它换盆 为什么呢 因为刚买回家的三角煤 往往是带着非常多的花朵的 带花换盆啊 是养花的禁忌 因为植物在开花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营养 全部传递给它的花朵 这个时候 你把它花盆一换 根系的生长环境啊 就打乱了 它无法再供给营养 那么多营养给花 那么就会造成啊 花朵的枯萎脱落 这对植物的整个生长损伤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买回家的三角煤 你不要着急换 你先在家里养一段时间 养个个把月 让它适应你家的环境了 你再来考虑换盆 能懂吗 而且呢 最好是确保它的花朵 全部都凋谢了 不带花的时候换 如果非要带花换呢 建议呢 把花朵修剪掉再换 不要保留那么多花去换盆 这是很重要的技巧哦 那换盆的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 三角煤原来是用什么土壤中的 那么我们换盆的时候 就尽可能选择一个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给它换 我举例子来说啊 如果你的三角煤原来是田园土栽种的 那么我们换盆的时候 也去挖点田园土给它换 你就不要拿营养土换 两种土质不接近 不一样 你给它换盆 很容易导致不浮盆 所以换盆的时候 两种土质接近 一样是最好的 比如说它原来是用营养土种的 那你换盆也用营养土 能理解吧 这是土壤换盆的时候注意的问题 换盆第三个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养三角煤的时候 如果它的原来啊 花盆很小 这个花苗也很小 你不要一次性给它换一个超大的大花盆给它 大盆养小花呀 是养花的禁忌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一次性把花盆换得太大 这个土啊 就太多 土壤一多 很容易积水浪根 不透气 不透水 所以你换花盆的时候呢 你三角煤原来的花盆多大 你就换一个比原来的花盆 稍微大一点的花盆就行了 不要一味的贪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三角煤 对透气性的要求 这也是养三角煤很重要的技巧 很多花友很忽略这一点 因为呢 很多花友家里啊 是封闭式的阳台 那透气性是比较差的 但实际上三角煤非常喜欢开放式的环境 就是说四周五档 有风啊 能够贯通的吹到它 它很喜欢这样的环境 所以呢 我们在家庭盆栽 尽量的养在开放式的阳台 开放露台 庭院当中 四周五档 这样你的三角煤会养的很好 封闭环境就养的好 但是啊 有话有说了 那我家里啊 就是封闭式的阳台 我只有这个环境 但是我特别喜欢三角煤 我能不能养呢 可以养 也没问题 但是啊 你一定要学会以下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 我们在封闭阳台去养三角煤的时候呢 你的三角煤的花盆高度很重要 因为你本来这个封闭阳台就是全封闭的 通风很差 你这个花盆还放到地下 地下离窗户这个太远 吹不到风 怎么办呢 你啊 拿一个花架来养三角煤 把这个花盆呢 放到花架上 让你花盆的这个高度 跟你家里窗台的高度是一样高的 这样啊 多少能够吹到风 直接能够吹到它的盆面上 大大增强你三角煤的通风性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能理解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封闭环境去养三角煤的花油 你一定要去注意啊 你浇水啊 不要太多了 就是频繁的把它的这个花盆里面泡着水 泡着水 因为如果你在室外通风很好 你浇多了水 风一吹全部带走了 它不会蒙根浪根 但如果你是封闭环境的三角煤 你总是把这个水泡在花盆里面 你想想 又不通风 花盆里水也泡着 那一定会出问题的 能懂吗 所以说如果是封闭阳台 去养三角煤 土壤偏干燥 再浇水 土壤如果有点湿 都不要浇水 一定要控制浇水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呢 我们如果在封闭阳台养三角煤 一定要学会经常的开窗 通风透气 尤其是遇到了好天气 什么好天气 两种 第一种 阳光明媚的好天气 第二种 下雨过后 也是好天气 因为雨后啊 它那个风很清新的 开个窗 风一透 你三角煤就养得好 明白吗 所以经常开窗通风 也是很重要的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 三角煤施肥的技巧和方法 三角煤这个植物啊 它非常的洗肥 我们家庭盆栽的时候呢 家里啊 有什么肥 咱们就用什么肥 你不要不施肥 不施肥肯定是错的 因为三角煤的整个生长啊 它需要大量的养分 尤其是它开花 很需要营养 而花盆啊 你看我们三角煤 种到花盆里 对吧 花盆它里面自带的养分 是有限的 因为它整个花盆就这么大 这种有限的养分啊 从你买回三角煤开始倒数 最多维持两到三个月 花盆当中的营养就消耗殆尽了 那它后期的生长就完全没有营养了 所以你会发现它长得很差 开花很少 所以你长期不施肥 你的三角煤很难养好 所以花盆里的三角煤 我们一定要施肥的 明白吗 地灾都稍微好一点 你少施点问题都不大 地里面肥还多一点 当然地灾也是要施肥啊 不是说地灾不施肥 只是说相对花盆来说好一点 但如果你盆栽 那肯定要施肥 你想的不用想啊 那怎么施肥呢 刚才说了 有什么肥 用什么肥 比如说你家里啊 买过什么复合肥啊 植物营养液啊 或者呢 你家里有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发酵之后的羊粪肥 牛粪肥 鸡粪肥 蚯蚓粪肥 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都可以 这种有机肥都可以用 如果是有机肥呢 一个月给三角煤试一次 往土壤里买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化肥 像复合肥啊 像这个植物营养液啊 像这个磷酸二辛甲啊 或者花多多二号肥料啊 这种传统的醋花肥 或者复合肥呢 我们一般啊 每隔十天半个月 试一次就行了 保持这样固定的施肥频率 你的三角煤 它自然就长得好 明白吗 而且施肥的时候啊 还要提醒大家 并不是肥料越多越好 很多新手养三角煤 说哎呀 我想我三角煤长得好 一次多喂一点 你想啊 大家养金鱼 你喂多了食 这金鱼都得撑死 你不要说植物了 你把肥料喂多了 你会把它呢 产生肥害而死苗 所以我们三角煤试肥 要讲到什么呢 薄肥勤施 肥料浓度不要太大 施肥频率不要太多 明白吗 正常的按照我刚才说的规律去施 施肥施多会产生反效果的 新手花友一定要注意 好的 那养三角煤如何过冬呢 下面我讲一下它冬天的习性 三角煤这个植物啊 它在南方 大部分地区都是可以户外露天过冬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它一点都不怕冷 那也不是 尤其是小苗 抗寒性会更差一点 三角煤比较安全的一个温度呢 是5度以上 最好是10度以上更安全 5度以上也比较安全 但如果你的气温开始低于5度以下了 长期比如说在0度左右徘徊 三角煤还是非常容易冻死它的 所以我们养三角煤 冬天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非常温暖的环境 放在屋外 像南方的花友啊 和屋外 大量的去过冬 没问题 但是遇到连续的下雪天气 特别是这种盆栽小苗 还是要挪到屋内来防止冻死 那北方的花友就不要说了 因为呢 北方零下几十度的酷寒 三角煤是遭不住的 它毕竟是一种热带植物 还是比较怕冷 所以北方花友的冬天 三角煤安安心心的挪到屋内来过冬 不要让它严重的受冻 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三角煤的修剪技巧 那我们家庭修剪三角煤 要分成不同的形态去讨论 第一种三角煤的形态呢 是爬藤的三角煤 很多花友家里啊 是让它去爬墙的 或者呢爬花架的 因为三角煤是一种攀原类的藤本植物 如果您家里是爬藤类的三角煤 是不需要频繁的修剪的 因为你本来就要留着枝条给它爬 你都剪光了它爬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修剪这样的爬藤类三角煤呢 一般呢是瞄准它的底部的一些细弱枝条 进行修剪 长到底部啊 非常瘦弱 不按照方向爬 给它剪掉 增强盆底的通风性就行了 此外呢 上部的枝条如果爬歪了 不好纠正的枝条 也可以啊 择其比较细弱的进行修剪舍器 那这个是爬藤类的三角煤 其他枝条都不用动 随便它爬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爬藤的效果嘛 那第二种三角煤呢 就是这种家庭盆栽的三角煤 这种三角煤 一般我们都养的比较矮小 就是需要一个小盆栽 那么修剪就更简单了 你只要发现你的三角煤长得过高了 明白吗 就是它高出了你的这个欣赏的范围 高出你家里能够承受的这个高度 就把高出的枝条全部给它剪平 就像这个这柱就是剪平的 没有吧 你看它是不是平行高的 因为它长得过高 咱就剪平 因为我就需要一个小盆栽 我不需要太大的 它太大 剪 通过这个修剪 我们把比如说高的枝条修剪之后 它就会分支 其实更有利于它开更多的话 能理解吧 所以大胆的剪 只要长得太高就剪 还有呢 比如说枝条长歪了 它不是这样往 侧子往上涨 它横着倒着涨 你也可以把倒着的枝条给它剪掉 让它往上涨 长成一个小盆栽 这个是盆栽的三角酶的修剪方法 也是很简单的 那下一种呢 就是飘枝的三角酶 飘枝三角酶呢 就是它是一根主干 长得非常的高 然后主干上方的有些侧枝 像这样的三角酶呢 它主流主干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干 那如果它有一个侧枝啊 长得特别粗壮 明显打破了这个主干飘枝的这个效果 那么有侧枝 大胆的茧 保留主干 所有的这个飘枝三角酶 它的主要的观赏点 在它的这个主干上 一定要硬 一定要直 一定要粗 所以养好主干特别重要 那主干往上涨之后 它会涨些飘枝出来 保留就行了 因为飘出来非常好看 就是保留主枝 以上呢 就是修剪三角酶 三种不同形态的 家庭常见三角酶的修剪逻辑啊 提供给大家 好的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三角酶的繁殖技巧 我们家庭里啊 想让一盆三角酶繁殖成多盆三角酶呢 只用修剪下一根枝条就可以做到了 使用的方法呢 叫做扦插繁殖 那是不是说 我们随便剪下一根这个枝条 往土里一插就可以了呢 不是啊 因为呢 还是有技巧的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 我们剪下的枝条啊 为什么不能直接插土里 就在于它土壤太 它的这个叶片太多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么多的叶片 光一照射在上方 它会起大量的蒸腾作用 会散发大量的水分 而扦插繁殖的时候 底部是没有根系的 没有根系的情况下 它吸收不了这么多水 那么它蒸发的水分 如果大于底部吸收的水分 那么这根植物就会干涸死苗 你的扦插就不成功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不理解你自己退回去 多听几遍啊 那怎么能让这个插碎成活呢 就是一定要保证 它蒸发的水分 要小于等于底部 没有根进的情况下 吸收的水分 那么这个苗才能成活 那么我们就需要 舍弃一定的叶片 那舍弃叶片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原则呢 有 你记好啊 我们舍弃叶片是去心 留老 就是去心叶 留老叶 你看啊 这底部的这些 顶部的这些小叶片 都是它的心叶 我们都不要 修剪掉 这也是心叶 我们不要 为什么不要这些心叶 留着底部这个大的老叶呢 因为心叶它还在成长阶段 它需要大量的养分生长 而在扦插繁殖的时候 它底部没有根 吸收不了那么多养分 供给给这些心叶 那么它就会拖累这个插碎 导致成活率降低 所以心叶我们尽量的不要 抛弃 然后呢 底部的老叶 我们也不要保留这么多 你看这边还有心叶 小嫩叶 我们都不要 剪掉 好 这边的心叶 剪掉 这个小心叶 这个小心叶 这里有一点点 给它给掐掉 好 我们现在呢 你看这个插碎 我们留了三片叶 这三片叶啊 我还觉得它多了 你看叶子太大了 我们把底部的 记住啊 现在是第二个原则 叫去底留高 如果上部一个下部一个都有叶子 我们就把底部的去掉 这个大叶子 不要了 留高部的叶子 你看这高部的话就有两个叶子 然后呢 这两个叶子啊 又讲到第三个原则啊 就是呢 叶太大 我们呢 去一半 你看啊 这个叶子太大了 我们给它呢 像这样剪掉一半 剪掉一半 只保留它的半片 为什么呢 哎 我半片叶子的面积 是不是比整片小一半呢 那么它蒸发水分也会减少一半 那像这样的话 你看一个半片 一个小一片 这个叶子就差不多呢 满足它这个蒸发水分 小于等于底部吸收水分的这个量了 然后最后一步干嘛呢 就是把这个底部啊 它是一个瓶口 我们把它剪成一个斜口 就可以了 像这样啊 这是平着剪叫瓶口 我把它斜着剪 剪成一个斜口 那为什么我们要剪成这种斜口呢 很简单 因为斜口 它比瓶口接触的面积大 接触土壤的面积更大一点 那么它吸收水分跟养分的量 就更多一点 能够保证啊 这个插碎的成活 像这样我们就处理一个插碎了 这就可以插到土里来成活了 懂了吧 那如果你家里有植物生根液 占点生根液 再来扦插 那成活率还会往上翻倍 所以说啊 家庭我们繁殖三角煤 像这样处理一个插碎 插到土里 你就可以轻松的去繁殖了 大家可以大胆的尝试起来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三角煤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了